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是 梦末节经第一堂课 在这里 请代表我们来会聚 邀请各位学员来扶持我们 会聚这样的佛学课程 那我们这里有旧同学也有新同学 我相信各位 今天选择来我们会聚 听讲佛法 必有对佛学修行的一种浩漾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当初 我们会聚创办的 我们周老居士 他当初的一个愿露 那谈到周老居士 稍微谈一下 对我们台湾佛教 尤其对大臣佛教的一种推动 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值得 我们敬重的长者 虽然他是一位在家居士的修行者 但他所做的修行 如同我们今天又上课的 维谋节居士一般 是现居士 但是所做的事情是大圣菩萨的精神 那他老人家 周老居士 他本身是一位公务人员 他六十岁才开始真正退休之后 开始全心全力的去修行佛法 六十岁 所以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来得及 能玩乐 都来得及 六十岁才开始投入 推动佛法 自己自身于全力 包括他退休 把所有的精神都投入 那后来创办了我们这个汇聚 那他一生当中的贡献 最大的 尤其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影响我们佛教发展 可以说是在大专青年学佛运动 可以说是在那一个时候突破了好多好多的瓶颈 而且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培养出非常多优秀的佛教界的法师 乃至学者教授 他那时候 为什么要推动大专青年学佛青年的运动 去他老人家的一个生平事迹的记载叙述 他到寺院去参加法会 他都看到老菩萨在学佛 他觉得假如佛教都 这些老菩萨在学佛 他将来年轻的不学我 那不就完蛋了吧 他放在一个思维之下 他觉得应该要去推动 而且要让年轻人来学佛 但是在那个时候 在大专院校在大学里面 要推动佛法 但那时候大家对我们佛教是非常排斥的 其实那时候大概对 对其他中央 包括政治啦 经济各方面都有影响 那时候我们的经济状况也比较 比较困苦 年轻人那时候大概也是想说 读书有好的学校之后 毕业以后当然要找一份好的工作 没有人想要去学佛 乃至将来要出家的 那个第一志愿绝对不是田出家 包括到现在 我前几天也在跟一些大专院校的同学 那学生也在鼓励的时候 说你们现在天庭你们的志愿 好多人都举手 发表他的志愿 将来要在银行上班 当董事长自己创业 还没有听到一个 他发言要出家的 很可惜的 我很期待他们 举手发言说我将来要出家休息 像玄奏大师这样的 结果都没有 优秀的经历大概都投入 这个所谓的社会工作教育 等等之类的 那时候周老居士呢 他觉得佛教需要有年轻人 来学佛才能够推动 而且不能只是这个 念念佛啦共修啊 但是对佛教经典 这些逆离的深入都太缺少了 他就开始想尽方法 还有一些 当时在人脉上的一些因缘关系 去推动 那时候他就 自己读了一本叫做八大人学经 他就把八大人学经的一些好的 八大人学经 各位读过都知道他 内容就不多嘛 那就在大专业校成这个鼓励 这个大学生看书 那看完书之后呢 写一写新的报告 就可以有奖学记 又不诱惑啊 很好喔 那对大专业生来讲 一日一颗很好的 在那时候 经济并不像现在这么好的时候 那写个文章就我奖学金 对他们来讲太好了 自然很多这个年轻 学生就开始 研读八大人学经 那读完之后 你只要写个读书新的报告 那 入选之后呢 就可以讲学经 那其实大概你愿意去写的 大概都不得讲学经 他只是要鼓励年轻人愿意去接受佛法的熏修 他只要愿意去翻书 大概就有机会可以度化到他来学佛了 因为他是非常精彩的一个 一个修行的佛教经典 他就这样开始推动 然后就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 觉得太好了 然后就开始在台大 成立了这个佛学社 叫陈西社 然后总共陆陆续续的推动 在大专院校成立了 将近有七十所左右的这个佛学社团 那现在 刚才来现在比较少了 现在比较少 在那一个时候 能够在大专院校成立佛学社 所以说是创世之籍 那在 在那个时候培养出了好多年轻人去学佛 乃至后来出家的 就所知道的 有当时有参加佛学社之后 后来选择休息出家的 我们大概 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这个法战法师 各位应该也听过 甚至看过他弘法 他是台南成功大学 物理系的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参加佛学社团 开始建筑佛法 扎下了基础 所以 今天能够这样的大法师 这样的佛教界红爪 也是当时受到这样的一个学佛运动的影响 那还有这个 大航法师 大航法师 以前夫院佛学院的院长 慧空法师 佛光法师 好几位 包括现在我们台北市 会制奖阳的这个后学法师 都当时在大专院上 在佛学社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共修 勋修之下 推动的 那学者方面 就是我们比较知道 这个台大 台大哲学系教师 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讯息 当然 那 申请过奖学金的人 那更多了 不管政治界的 这个政要团团也有 包括我自己也曾经申请过 我们会记得奖学金 那 在那样的一个推动之下 那佛教就开始有人去影响 那在 左老居士还没有推动大专佛教 到学佛运动的时候 大家对佛教是非常非常排斥的 也觉得佛教是非常消极的 而且觉得大部分都是 世智不多的人在学佛的 觉得他学准不高 很排斥 很排斥 但是自从大专学佛运动推动以来 当时大学生开始学佛 会不会影响到社会对他的观感 直接就影响了 还一次这么多人学佛 而且成立了七十多所的佛学社团 都是年轻人大专大学生在学佛 就慢慢的对佛教的一个观感 以前有一部电章好像是施法还是什么 就影射在毁谤佛教出家法事的一些 不正规的一些事情 曾经被我们招费法师给批评过 那在这之前 大家对学佛的这种观感 都不是很正面的 那自从大专学佛运动推动之后 大家才开始 接受学佛原来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 包括当时对避难所 像你要选择出家 大概大家都会问 你是高兴帮什么来的 还是你感情对了什么不胜利 一听到你出家 就好像你人生是没有希望的人去 去佛是出家学习的 那自从大专学佛运动推动以来 这大方生投入了学佛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学习之后 他们慢慢的开始去推动说 我们都给人家误会了 原来佛法是这么样好的 而且是可以给我们提供的有智慧的人生 然后就开始改变社会对佛教一个观感 然后开始一直推动只影响到现在 所以在那时候它是一个关键点 关键点 那周老巨师就觉得说 能够提供一个好的道场 能够去推动佛法 邀请佛教界的法师、学者 去广宣传佛法 然后他把他一生的积蓄全部都奉献 再汇聚、推动 一直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 那当然他的司机非常的多 在这里只举一个 对大川学佛的运动的一个影响 是道性战 当然还有那时候还有什么的在建学会 走老巨师的贡献 可以说道性战 我们佛教界的法师 对他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尊敬 而且对他的贡献都非常的敬佩 那个时候他既然退休 把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贡献在佛教 而且推动学佛力 他觉得佛法需要有人去推动去转动 而且要生日进展 不能只是这种平面上的 对他的一种 只是送送经 没有去真正的了解 所以大川学佛运动的这种推广之后 我们佛教就开始了 所谓的 以现在的用意叫做进阶 社会对他的观点就开始进阶 一直一直到现在 那一直到现在 只要有人选择要出家 大概人家不会直接问他 例如说放啥啦 现在大家会觉得 你好有福报 选择出家休息 绝大部分现在会这么问的 绝大部分 因为怎么样 现在学佛的这种 学士涵量都提升了许多 都提升了许多 而且大家不会觉得学佛是很可耻的 早期的学佛好像很不敢讲说他是拜佛祖的 都不太敢讲 包括到佛事都偷偷摸摸的去拜佛 好像很见不得了 我觉得好像到佛事里面好像这个 人生碰到不容易才会去佛教佛事的 你看到 一直到现在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推动 已经改变了 所以说周老居是 他一生当中奉顺非常多的 那 我们会聚会准备 他的所谓的 他的一些短片 到时候我们制作好了 再播放给大家看会比较精彩 那我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 而且影响最深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好要推动大学生学佛 尤其现在更需要 为什么现在更需要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问题 佛教也面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的问题 不管是在家出家也好 这个传承是可以说是已经是全面性的 各行各业都面临的一个考验 那佛教也是 少子化的问题出现之后 选择出家的人越来越少 那愿意投入佛教的教育工作呢 也相对的越来越少 包括近几年来出家的法师呢 可以说是少了许多许多 那当然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佛教要复起这种维护佛学教育的一个推动 就过在座的各位居士身上 为什么 唯有我们现在的投入 在佛学教育的这个学习的人 他在他的身上 看到一个学习佛法的一个成果 他才能够在逐步的去影响到 有心于佛教奉献乃至修行的人的提升 比如说 你学佛前 您的心境和你学佛后 您的心境改变了没有 那要能够让年轻人 再继续在佛法上的修行用功 我们在座的这个扮演就非常关键 在座就好比我们有节居士 好比我们走老居士 用您的身教研究 去感动了年轻人的学佛 因为你不可能平白的在这里等待了年轻人进来学佛 困难 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包括经济压力 就业的压力 总统的压力非常的多 他能够腾出一些些时间来学佛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更何况说全身投入于佛法 那更难能够归 更难能够归 因此 在这样的一个佛法 我们台湾佛教可以说是佛教非常的新盛 以现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 可以说是非常的新盛 他之所以新盛是因为我们 国家还有整个的社会经济 也算是蛮稳定的 但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 也会每一个时代的责任 他们的一个需求 他们的需求 那我们现在台湾佛教 更需要的是能够在佛学教育上 不管是在家出教 不能够发生 而且对法的体会 又能够再提升 那是最最好的 那最好的 那就关于这个周老吉士的一个 这样的联想在这里 给他介绍一下 那谈到所谓的时代背景的一个责任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介绍 互相来讨论 我们来这个小学乡长 小学乡长来讨论这部《维谋绝经》 那关于这部《维谋绝经》 它可以是两个角色 这部《维谋绝经》 它同时扮演了两个角色 第一个 再来它扮演了佛法、佛教、佛世尊的推动 菩萨道的一个起源 再来它又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述说 它同时扮演继教理又是教师的双重角色 我们佛教的一个发展过程里面 有所谓的教理的演变 还有教师的演变 这同时都是有影响力的 同时它的影响都是存在 那《维谋绝经》在佛教的经典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字的大声来看看 《方等经》 《方等经》 《方等经》之前有所谓的 《华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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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含经》 《方等经》 《玻瑞经》 《阿含经》 《玻瑞经》 《阿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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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根据我们中国佛教智者大师 他五十叛教的一个姻缘 那维摩绝经 他说立足在方等经 他属于方等经的一个地位 那方等经 为什么智者大师他在叛教的时候 他把那叛中在这里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怎么样 阿含经 阿含经就我们认知上 他是所谓的小臣佛教的修行 生活佛教的修行 方等经是刚好要转型 在生文修行 要转型成为大神菩萨道 一个修行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为摩绝经 他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 尤其我为摩绝 他是一位居士 在家修行者 在家修行者 有人就会质疑就问 我为摩绝居士 怎么可以去批评 因为佛陀的十大弟子 为什么 十大弟子皆是出家人 怎么可以去批判三宝呢 有没有 在经验里面是不是他们在对话的时候 这个文文节居士都会很适当的 说得力佛你怎么样做不对 你怎么样调整 而且是用居士去教导 声闻地质 这在声闻界里面 是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有人就对 对这个《为摩绝经》来说 好像是在贬斥小乘道 其实不是啦 他是一个转型 因为佛陀的十大弟子 这些声闻地子 他们修行阶段已经都 过程大概都已经圆满了 这时候已经要转型 但那个时候可以说是 大臣佛教开始在起源 所以有人就曾经提过说 大臣菩萨的修行 是由在家居士开始发动的 有这么一说 至于历史上是不是这么样的一个交代 我们已经很难去求证 但是就从经典里面的 经文脉络去了解 是由佛陀开始推动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一定要把认知清楚 差不多到最后 大家都只投入在家的一个修行身份 忘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佛陀本身是圣堡 佛陀本身是出家的 是圣堡 而所有的教理是由佛陀阐 所以拿到我们的去推动 那为什么那一个时候 由在家居士来推动大臣佛教 有一个原因 在家居士的身份在推动 似乎比较快乐一些 那一个时候 有一个在佛教的演变过程里面 有所谓的青年比丘 青年比丘 就我们现在在佛派分内里面 所谓的大众部 大众部 我们有所谓的上座部跟大众部 这两者 那上座部跟大众部 简单来讲 这个所谓的一个是属于 上座部是属于比较着重在戒律 持守方面的 什么可以什么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非常非常的严谨 那大众部可以说是比较属于在意念 意业持守方面的 这两者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 曾经发生过 曾经发生过所谓的大天武士 当时的大天武士 还有所谓的十四非法 十四非法的一些因缘 那这两者最大在争议讨论 就有关于持戒的问题 譬如说东西出家人过午不时 那像有些就住在深山里面 光要到城市里面脱坡来回都要好久 那有些怎么样 就会把食物怎么样 留着隔天再吃 那在戒法里面是不允许的 大法持精灵戒 持精灵戒 所以大概有十个戒律的一个争议 那长老比丘就上座部就提出议论 提出了意义 然后又在结局 然后就判十四是错的 那在那个时候就导致了生团的一个分裂 所谓的不叛佛家一个分裂 那自然年轻人 心灵戒丘 你说你觉得我们不如把它做什么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层面 一直到现在在泰国柬埔寨乃至美甸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两派到目前也有两派 一个就是所谓的神灵戒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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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在的用语他们是怎么样的形容 就是所谓的神灵戒丘和神灵戒丘 神灵戒丘就是所谓的年轻法是大众部的一个修行方法 神灵戒丘就属于上座部比较严谨 比较严谨 那刚好在方等时 就是进入里面方等时也刚好就是处于小乘佛教 就大乘佛教两者在抗衡的那个时代所出现的经典 所以有文学家 文学家 我现在谈的是文学家 文学家就诚心对维摩结经的一个诠释说 他是刻意的要去批判小乘佛教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太局限只是这样的一个修行 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 所谓的发菩提心 神菩萨道的这个用意 所以在《维摩结经》就同时扮演了 扮演了这样的两个角色 一个也就是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小乘佛教要转型的大乘佛教 那时候菩萨比丘们在推动上是做到蛮大的阻力 一直到现在也有一些阻碍 行菩萨道 包括近几年来我们 台湾佛教跟这个东南亚国教一些佛教国家 有开始在交流之后他们才接受我们 我讲一个实在的一个例子 我自己亲身体验的一个例子 我们学院 有斯里兰卡的法师来我们学校读书 当初他申请要来台湾就读佛学院的时候 他师父是强烈的反对 师父反对的原因 就觉得大乘佛教 他们所知道的大乘佛教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属于日本佛教 为什么日本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们开始投入了所谓的考古运动 包括对佛教历史的研究 他们也可以说是在佛教佛学上的研究 有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他们一听到大乘佛教直接想到的就是日本佛教 那日本佛教的日本和尚给人家一个官员就怎么样 这个半生半熟了 那他师父就很担心 万一你到大乘佛教去学佛法回来给我西教带 就那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他就写信来给我们学院 他说你们是不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直接就打这样跟他讲 他说我们 不是像你所认知的大乘佛教 是所认知的佛教那个情况 你跟他讲我们这里有 一样学法持戒种种都有法 请他放心的把弟子送过来 他把他弟子送过来之后 他弟子才觉得 唉呦 所有的生活作息都跟他们一样 都很严谨啊 所以 那时候 大家对大乘佛教的认知 都局限在日本佛教那种 那种好像所谓的菩萨 他们所认的菩萨就是什么戒律都不用持 什么戒律都可以不用持手 所以他们非常的担心 那后来他们把弟子送过来之后 他们都开始做一些佛学上的一个交流 他们才发现到 唉呦 原来 大乘佛教 也有大乘佛教持所 戒法严谨的一面 包括对义理深入的一面 他们还开始放心 包括后来 泰国啦 柬埔寨啦 好多的这个道场 把徒弟送过来 还开始交流之后 才真正接受了 我们 台湾佛教大乘菩萨思想的一个运作 然后我自己也曾经到泰国去的时候 他们泰国 泰国的佛教主对法师是非常非常恭敬的 但是在大概十日十多年前 我们刚去的时候 他们不是正在对待我们 所谓的对待我们 他只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广头居室的修行 不是比丘 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比丘就上座 比丘是直接上座的 那居室是坐下面的 那吃饭一定是比丘吃完饭 居室才能吃的 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很明显 就把我们排在那里 跟居室一起坐 那他们比丘都上座 那我们当时台湾的法师就抗议了 尤其我们这个静心长老 就抗议了 大小的怎么查这么多 我们也是比丘啊 你们该吃了 借我们也吃啊 我们和解 我们还比你亲近 我们还吃素呢 我就有一些生理开了之后 他们才觉得 好像他们的认知上有点误差了 我才 但是那一次也是一样那种座下面 那过完大概过不了多久呢 他们才开始真正去了解之后 来接受我们 大乘国家穿这样衣服的 才接受是真的比丘 是真的比丘 那种观念在那时候还是蛮强的 因为可能我们那时候所碰到 可能是圣灵比丘 所谓的上座部的 我们不是直接就碰到大座部的 可能只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一直到现在呢 包括我们在佛学教育上一个交流 像汪德士有这个 跟朱拉伦工大学 学生一个交换交流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说是 大乘佛教小乘佛教 几乎都融在一起了 现在最大的差只是在古装上 袈裟的穿着上 比较明显的不同以外 像南传佛教的法师 藏传佛教的法师 包括我们大乘佛教的法师的这种 这种加沙的穿着 比较明显不同以外 那对佛法的修行的理念目标 我相信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包括现在在行菩萨道 包括度化众生的一个因人 也三个都是一样的 也三个都是一样的 那我说回来 在《维摩节经》 在《维摩节居士》 他就是扮演了一个角色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如何让局限于指示 在自立的一个修行者 能够转型为帝他的菩萨 各位听得懂意思吗 本来他们只局限自立 我只要自我求解脱就好 因为在早期佛所带领的 身团的修行日 所谓的沙门团的修行 他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解脱的修行团体 就只是要解脱断烦恼 就是要解脱断烦恼 离苦得乐 那当然他们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修行的默契了 那就只照顾到自己整样断烦恼 求解脱断烦恼 了生死 那对于立他的菩萨的修行 就当时就似乎缺少了许多 似乎缺少了许多 那一直到佛教整个稳步发展之后 在阿异王 阿异王各位听过了 就是他就好比我们中国的这个 这个秦始皇一样统一中国 那在阿异王之前的印度 也都很多的小国小国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临临乱乱的 那阿异王统一的整个印度之后 相对他面临的怎么样带领全印度 有一个所谓的比较制度化 那当然他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用宗教的力量去带领百姓 那时候在印度有好多好多的宗教的成立 包括到现在印度的宗教也很多 有普隆门教 有奇纳教 有佛教 还有顺势派的 圣顿派 好多好多派 所以我们有六四外道 包括佛教 那阿异王他经过他的了解 他弟弟是一个佛教徒 那在我们佛经里面有一种叫做佛 这个阿异王所问经 也有这一部经 那阿异王就觉得要让印度走向全盛时期 而且能够让百姓在社会经济能够稳定的话 佛教应该是最有帮助的 因为佛教所主张的是所谓的中道修行 那奇纳教是怎么样 主张是一个极苦的修行 那大家在这修苦行 那对国家经济有没有帮助 那绝对是没帮助的 你包括你走路都拿哨子 这样走路 那经济效率太慢了 那有些是极端的这个修快乐行 就什么事情都不管了 哇太两极化了 所以佛教呢 刚好是走在这个所谓的中道修行上 也是可以比较 比较符合于国家经济政治方面 这样的一个整个 所以我们佛教已经到现在 没有所谓的宗教善政的问题 佛教到目前为止 没有所谓的 因为佛教的一个理念 跟不同导致有所谓的震乱 那目前佛教就是没有 泰国就是一个人 大概有一些争论 但是不是有战争的问题 这是我们佛教 就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话 好 那阿育王统一印度之后呢 他开始推动佛教 那直接受到影响的是谁 比丘 本来比丘不用管事吧 我就在恒河两岸 眼光比观性 就期许自己能够断环绕解脱 突然阿育王怎么样 希望佛教的比丘 能够将佛法传播到全印度取 本来他只是在恒河两岸 有没有佛所所法施卷 是不是都在恒河两岸说法而已 对不对 没有到其他什么北印度南印度 大概都是在恒河两岸 恒河两岸 所以我们现在到印度朝圣 大概都是在恒河两岸这附近 这附近去出走 那阿育王希望佛教的比丘们能够推动佛法 让全印度人民都能够知道了解之后 那开始这个呢 开始有所谓的建塔建世 那佛教比丘就传播到各地去 有到东北印度的 东北印西北印的 然后到南印度中印度 就到这去 那就开始建塔建世庙 那建塔建世庙相对法师 所以在印度包括在泰国他们有很多很多不敌那个塔 当时的塔就是我们现在的寺庙 他们就拿了这个所谓的金 这个寄送什么的 或者佛陀的设定 本来是先分成八国 后来就到全印度法师都去了 那譬如说法师本来在恒河两岸逢法 那现在就被派到西北印去了 他不可能常常恒河两岸来回 西北印这样成本来回 他必须要定居在那里 那定居在那里 他第一个影响到的 必须要关心到就是他的食衣住行的问题 那食衣住行的问题 住该怎么住 本来比休只树下一休 你多不得超过三年就要离开了 那现在要住下来 要定居下来 要定居下来又必须面临什么 信众护法的问题 持德问题 包括饮食上可能就需要怎么样 金钱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 本来只是很单纯就脱钵起食回来 OK 很好人 大家都可以接受脱钵起食 有种修行生活 但是现在到一个没有人学佛的地方 要去弘法 你说你去脱钵 人家会给你食物吗 没办法的 那是不是比丘梅要面临这个考验 所以才开始有所谓的菩萨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思想 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定居下来 他脱钵没能给 他必须要自己怎么样 他自己自己弄啊 我把他去脱钵 一次就脱一点回来 然后把食物就怎么样 用凉行息 要隔夜再吃嘛 那就这样 那开始就有文化上 还有各地的这个因缘不同 所以我们佛教在词界上 所谓随方匹民 所谓因缘的不同 而戒法上的修行 也有所所谓的开则词外 也有所谓的不同 所谓的不同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是整个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生文佛教 要转成大乘佛教 一个非常关键 就是在阿异瓦时代 把整个权力都统一之后 那个整个佛教的格局 已经展开了 那也因为阿异瓦 把整个佛教的推广到全 所以就全印度去 一直到 后来当然 印度也佛教的秘皇之后 也刚才说有两派 两派一派 到我们 从到西藏到中国 还是到我们台湾 日本韩国 所以就从斯里兰卡 一直到缅甸 到这个泰国 所谓的南传 南传北传 是这样的因缘 那 所以 维摩节节呢 刚好也就是 处于在这个佛教 要转型为这个大乘佛萨的一个 思想的一个朋友 也据我 斯里兰卡的这个同学他们诉说过 他们到目前他们 斯里兰卡还仅存了一尊观身佛萨的圣像 所以他说他们过去也曾经是大乘佛教的一个 一个修行地方 只是后来 这个南传佛教的进入之后 才有所样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 大乘佛教就从西藏一直到中国 到我们台湾来 到台湾 所以这个维摩节居士 维摩节居士 在那个时候就办了一个怎么样 怎么样让生文地址转型去成为一个比丘 就好比我本来只是在横河两岸修行 现在要把我派到一个人身地固所的地方 去重新接受新的考验 很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他就有一些思考 还有一个修行的理念 还有实践解脱道的一个方式方法 就像对俄罗所调整 那当然佛所就要给予他一个 在佛法上 就要给予他一个很适当的一个理念 所以菩萨的修行 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残延来 在那个时候开始推广来 比我们现在也是 假如我只是在我们会去 就只是这样好的 有人提供持住的问题 都很单纯的 不用烦恼 现在突然把我派到一个地方去 完全都不认识的地方 但是你必须好好在修行 而且自己去开发自己的资源 人的这个成长抗厌性很强的 他自然就去弄出一套可以生存 而且还可以弘法立生 还可以弘法立生 包括我们中国佛教 一直到台湾佛教演变也是 本来早期我们 中国佛教的法师 穿着的加上也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早期也是像南传 这样也是穿穿这个 各批加上的 那也是脱波起实的 在中国文化 去脱波起实 是不被尊重的 人家觉得一起去吃 那是阶位太低了 所以大概你去人家都给你钱 不给你食物 不行 后来就开始赚 为了生存 为了让佛法能够生根 那我们的祖师大德也就是建道场 立青规 马祖建道场 百丈立青规 所有的百丈青规 然后有所谓的丛林制度 那这全然跟印度是不同的一个佛教方式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 但是我们就对于经论 对于修行的理念是没有差异的 只是在修行上一个生活方式上有所差异 那佛教传到中国 当然他面临的中国 当时我们就有自己的文化 这被接受容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本来就既有自己的文化 包括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都有 那佛教要进入里 容不容易被接受 容不容易被接受 像我自己本身在南部乡下长大 我们所拜的脱底宫 马祖婆 就是那种民间信仰 但是要去接受一个佛法的修行 那是人家会极为反对的 会极为反对的 那是觉得说 那种感觉 他们就把他觉得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深入佛法之后才觉得 那全然是不同的 可是要接受 重新接受容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必须要用很长的时间心力 然后才去转变的 才去转变 一样佛教 我们台湾佛教能够发展到现在 也是仰赖于当时的长老法 马斯 还有一些不把局势的推动 我们佛教可以到现在 已经可以说成为自己的 中国佛教的文化 那 中国佛教 来到台湾之后 我们现在又成为自己 所谓的台湾佛教的文化 现在大概我们不会讲是 中国佛教 我们现在自己谈的是台湾佛教 因为也完全不同 中国佛教跟台湾佛教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是 丛林 在中国你还可以看得到大丛林 那 生霓是分开住的 那台湾佛教 土地这么小 寺庙也没那么大 你可能在生霓 共 那个 分开住的姻缘不多 有 但是很少 绝大部分台湾佛教 都是生霓共住 绝大部分都生霓共住 马上 男众就住东丹 女众就住西丹 可能就顶多就是 做早晚喝 男众上层 女众下层 或者女众上层 男众下层 大概不同 这个在 在中国佛教里面 是很难被接受的 像我们跟他们交流 在法论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就问我问题 请问明南法师 你们在台湾佛教的管理上 怎么管理 这个生霓共住 到底怎么管 他们第一个 他们几乎 全部都是问 第一个问题 都是问这个问题 在跟他们做佛学交流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很好奇 这怎么可能被容许存在 可是在我们台湾佛教 有好几年了 当然有一些问题的发生 但不至于太异谱 一样佛法还是非常的兴盛 也度化了非常多的法师 所以我们现在 台湾佛教已经 已经形成我们所认知 这是台湾佛教的一个格局 台湾佛教真正 这个立根是在民国四十一年底 白胜长老推动团界运动之后 才开始奠立 奠立好基础了 一直到现在 包括对团界的一个改变 以前受戒是什么 二十人三十人就登台受戒 那在戒法上是不如 必须三个礼堂 那后来在进行掌导 还有到海律师 他们好几位教界掌导 慢慢的再做调整 包括到现在都不深重 我们台湾佛教 对于传界的 这种借会的活动 我们可以说是搬得非常好的 包括连达达达达达达 来我们台湾这么多次 就是非常 非常耗耀 非常想要去了解 到底比丘尼的传界制度 是怎么一回事 他想要把它带回去 藏传佛教怎么样 发展 可是文后不同 难以诚信 那还曾经到我们远光区去了解 这个比丘尼的制度 到底要怎么传 他也希望能够提供给比丘尼 因为大藏国教比丘尼 也可以让他出家受戒 可是在藏传的系统里面 有比丘 但是没有比丘尼 全世界比丘尼最多的就是台湾 而且尼众比身众多 这是佛教的一大奇迹 我到日本 到韩国 到其他的国家去 跟他们做交流 他们都问 怎么 韩国的比丘尼这么少 比丘尼那么多 他们觉得非常非常好奇 这真的是我们台湾佛教的一大奇迹 所以我才说我们现在 在大家 对于我们台湾佛教的 大概很清楚 你要谈的是台湾佛教的系统 还是中国佛教的系统 但是台湾佛教的系统 当然我们也离不开中国佛教的这种 主事大神 这种反正教育的文化 那所谓的台湾佛教是怎么样 是在生活模式上有所差异 不是教理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知清楚 台湾佛教我们的教理经典 都跟你中国佛教 跟原始佛教都不同 不是的 是所谓的生活方式有点差异 所以生活方式有点差异来自于管理 包括持戒 包括一些随方撇离的一个善巧方法 而有所调整的更动 而有所调整的更动 那该严谨的当然也是很严谨 所以在大概在20年前左右 就开始有人在呼吁 台湾佛教是不是要开始推动 生离分开住 能不能推动得起来 我也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运动 可是好多人去推都推不起来 听到一推男众就倒了 不然啊 你怎么推啊 很好啊 但是 现实面是蛮困难的 男众有一个现象 对阶级众生的这种因素好像比较 比较不在行 要跟信众互动啊 去关心啊 打电话 哎哟记得喔 礼拜师来上微波结军的时候 大概不会 信众就没了啦 没了就没有 没有经济支援 没有经济支援 那这件事就倒了 所以 还是需要一些比丘尼法师 去撑一些 去做一些佛教内部外部动态的一个故事 比丘尼非常好 好多比丘尼的道场很庄严 哇 好大好多人 我去参加过好几个人 非常了不起 我说男众就是摸不起来 因为他很多事情就倒了 发这很高的事情 心里剧动 哎呀 人生无常 大概你一讲人生无常 那下次他就不找师父了 我需要你关心的时候 你再跟我讲人生无常 无常故乎苦继乎 啊哄哄哄哄哄哄 我就是发不下才找你开示嘛 你还在 那好将就在山口上撒个研发 那所以 男众在 在内部修行上 这个德行的教育方式 或许可比较OK啦 但是 会 在互动上 互动去关心的 大概并不多见 真的并不多见 所以 当然有少数 蛮优秀在这方面 可以通过的 所以 我前不久也到 到 去餐馆一些寺院刀场 走过的寺庙 绝大部分都是比丘尼刀场 都是比丘尼刀场 比丘都在哪里 不知道 只有 灾圣到 我才会看得到 那个灾圣才跑出来 平常很少看得到 都不知道 每次受戒 都有三四百个戒指 男众至少也都有两百位戒指 跑到哪去 不知道 长老也常常问 奇怪了 受戒戒指有四百多位 男众至少也有一两百位 可是每年这么多人受戒 到稻草去参访 好像都看不到比丘 很少也不错 到哪里 比较 我们就比较正面去思考 你心就该拐了 那犯了 他当然出家去修行 对 这是必然的一切 所以台湾佛教 目前大概就是 这样的一个科学 所以在转型上 从 白圣章法 包括广群老上 他们早期的 这个 大陆来台的法师 在台湾深圳发展 那全都不少 那举这一些例子 也就是要 让在座的各位来了解到 维摩结晶眼 也是类似扮演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整个佛教 要转型的时候 包括 以这个 舍利佛 舍利佛 我觉得打坐 打坐就眼观鼻观性 我就在 这个 比较清闲 比较安静的地方 修行打坐最好吧 是不是 可是 发展到 我们中国佛教禅宗的 关键是什么 十字路口 好修行 一步一样 全都不同的格局 那文武杰居士 当时在 在批判 这个舍利佛 康老师跟他讲 打坐不是坐在那里 这个坐着眼观鼻 鼻观性 就叫做打坐 那你这样打坐 那 假如这样的方式 打坐可以开悟 那些石头 打坐就开悟了 那你这部都给照 那你开悟 所以你假如 坐到最后 这只是一个孤木 就像一块石头 那何以开悟 所以他就在 给当时的比丘一个震撼教育 我这样做有错吗 他没有说他错 只要他的信量在 开阔而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人 包括 连这个头头第一的大家设 我觉得修苦行很好啊 那 韦莫杰去世也跟他 震撼教育 你这叫做修苦行 我觉得这真的是苦行 但他可以的 修苦行 应该是以菩提心去度化众生 能令众生得以解脱才真正的苦行 比行菩萨到度众生能不容易 不容易呢 我自己修行解脱 我自己修好 很简单 你好要去兼顾众生的道 也容易不容易 我非常佩服好多的长老法师 投入这个 菩萨道的国行 像 像我们这个法谷山的这个圣灵长老 哇 他投入这种生切教育 对于投入这种 这种 这种栽培生财 我觉得 勇气可嘉 包括 晚年的时候 这种生产重病的还是不予力的 在推动 国教的一个内部 包括他提倡了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所谓的 心灵 心灵 心灵环保的一个运动 非常非常有志情 心灵环保的运动 还有后来这个 我们这个 佛光山 还有东海山 好多的大长老他们都投入 我觉得这都是 相对影响到我们 台湾国教的一个发展性 那当然 他们 在早期的四大明山 不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佛光山 中南山 早期的四大明山是 大康山 还有这个 苗栗大福的这个法云寺 法云寺 还有这个 宽灵山 又有零零禅寺 还有现在基隆的林权寺 可是现在的四大明山是觉得不得 他们那时候真的是大高产 那为什么会凋落 现在 影响力也比较弱了一些 这来自于什么 人才传承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像 法谷山也好 佛光山他们 对一个身材 这个传承 包括创新的一个概念 都做得非常的好 我想 他们都相对 对大神菩萨修行 都有相对的一个吸收 所以可以去开展 像圣灵法生 他本身也有讲过维谋结经 他讲过维谋结经 他是以概要性的 他不是总部经讲解 他概要性的 他都是以生活的实际方式 去跟信众介绍维谋结经 而且用他实际 对话众生的英文去讲维谋结经 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好 那我们现在 在谈维谋结经的时候 也希望能够借用维谋结经 里面的一个修行的意理 也跟各位来提供 观理来行菩萨道 包括对小乘佛教的一个修行 有一些概念 包括对大神菩萨道的修行的一个 一个转捩点 怎样的去突破 怎样突破的 那有准备了一些奖励 这个奖励 这个奖励是我当时在 自己在做维谋结经研究的时候 整理出的一些资料 那其中有一个是 讨论这个关于菩提心 大乘佛教跟这个 所谓的生活佛教最大的差异 都是要载自于菩提心 那在维谋结经里面 到底是提供了 怎样的一个菩提心的 一个修行方式 还有那个理念 我们怎样的去推广 乃至去认知 我们大家都知道 菩提心 包括文末节经里面 非常有名这个 心境择佛土境 那到底心境佛土境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修行进程 修行进程 它绝对不是一个口号 它绝对不是一个口号 佛法 我们必须知道 佛法之四尊师 所谓说出的佛法 是可以被实践的 佛法它绝对不是一个宣量 而是在宣传 是可以被实践的 比如说修行解脱 可不可以被实践 是可以的 若修行解脱 不能被实践 那佛所 就不是一个开悟的圣神 如果非常清楚佛所说的法 它绝对不是一个理论性而已 而是也是可以被实践的 所以每一部经 每一部论 你在学习的过程之后 你获得了怎么样的修行的 一个实践的理论 比如说你说 你读诵的法华经 法华经四尊也给我们提供了好多修行的例子 包括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 因你得度极限合身为说法 他说他的修行方法 他也介绍了常不清菩萨的修行方法 他不敢轻视任何众生 以此方法而成就法华 而成就菩萨道 而成就菩提道 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意思 他不敢轻视任何人 但是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受到打击 甚至人家也丢他石头 以有人现在来讲就是淘汰 可是他有没有因此而退道 乃至去在乎别人用整段眼光去看待他 完全没有 他反而抛开了这一切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清楚 得此人生就必当修行 把菩萨道必当成就道理 提供了好多的菩萨的一个修行 一个好的一个例子 那维摩杰居是 在维摩杰居里面 他提供了怎样一个修行概念 尤其在前面谈的 包括在地质品里面 他跟十大弟子对话的内容 他就是告诉我们他的修行理念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局限于在看他怎么样去 去批判这些大弟子们的修行 他不是否认他们修行错谎 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舍利佛也好 大家圣包括阿难尊者 他们都是有修行有修有证的 那为什么还要去说他们不足的地方 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级上 要去凸显菩萨道 在菩提心的一个概念 而且他是可以被实践的 所以我那时候在读《维摩杰经》的时候 就非常好奇的 然后想去了解 然后就做了一些读书报 这可以说是一个读书报 虽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文章 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文章 我只是把当时在学习上的一个心得 把它夹得出来 也在想说借用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机会 来跟大众来谈 那第二个资料是所谓的 《维摩杰经》里面非常有名 这个博物法文品 博物法文品就是 《维摩杰经》是 还有文殊师弟菩萨 他们在对话的时候 有52位菩萨 他们在各自讨论出他们 他们怎样修行进入博物法 一直到文殊菩萨 还有这个《维摩杰经》 他们在对话的时候 《维摩杰经》是到这个 自打 没有讲话 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精彩 但假如我们只是单独的 局限在《维摩罗斯》的翻译本上 很多的义理脉络 经文的义理脉络 我们很难可以衔接得上 那时候我就找出了一些不同的翻译本 去对照 包括对之前的翻译本 包括对玄壮大师的翻译本 所以《维摩杰经》 在我们《大荡经》里面说起 至少目前有三种翻译本 不同的翻译本 当然 但《维摩罗斯》的翻译本是流通最广 为什么 因为他文字最优美 读诵起来也非常好读诵 玄壮大师的《无垢称经》 就从学术的地位来谈 他的学术价地位是比较高 学术地位是比较高 就从做学术研究上来谈 他的资料还比较完整一些 但就读诵上 比较不普遍 因为他读诵起来这样滚滚 拐拐打得不顺 读起来并不是很顺 那之前的翻译本 那更难读 更不容易读 文字读诵起来就没有 没有所谓的这么优美 没有这么优美 所以后来的文学 竟然就把《维摩罗斯》 《维摩罗斯》 还有《维摩罗斯》 他们就从文学的角度 觉得非常非常的优美 尤其是不是在讲故事 那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想得出来 但是当我们在读之前的翻译本 好像读不出那个文字优美的味道 大概都只谈到修行那种 那种教理方式 那《无垢称经》 这个玄众大师的翻译 都好像一句话都讲三遍 好像读起来就 好像 给盖头说 读诵起来就不是很 但是呢 我们必须了解到 我们汉语经典本来就是翻译的了 那本来在翻译上 《维摩罗斯》的文字 再怎么样翻译 再怎么优美 必有它遗漏的地方 遗漏并不是说翻译错了 本来一句话要用二十个字形容清楚 但是它为了文字的优美 或者局限这个寄送上的一个文字的限制 它必须简陋掉几个字 那一简陋掉几个字 那一简陋掉几个字 好像意思读诵起来 理解上就有些困难 各位听得懂这样一个意思吗 所以 我们透过不同的翻译本的对照的时候 我们比较能够精确去了解一下 这一段经文 才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说起意 才不会自己想当样的万文胜利 或者易文解释自己想 应该就是这样 那你透过不同的翻译本对照之后 我们反而会更加肯定是尊的智慧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只是以博法门评里面留个对照 当然不是每一位法师的 每一位菩萨的修行 他只有举几个例子 来做这样一个参考 就不同的一段一段 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就去列印 不同的一段就对起来 这一段读法在对 对起来那还蛮吃力的 要花很多时间去对 我这句话他对到哪里去 因为叶数还有文字 有些讲得很长 很冗长 有些就讲得很短 你要去对起来 这应该是对到哪里 当然有翻译本最好 但是文化绝境的翻译本 也并不是这么齐全 只是可以在单字上去了解 翻译本到底在看什么 当然我们在这一门课的一个讲解 当然我们不是要做学术研究 要来研究文化绝境到底在 它有什么一个学术价值 绝对不是 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 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 反正你想要在更深入研究 就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 一个讯息 修行的一个 对经典的玉女脉络更加的清楚 所以那时候有真的兴趣 那当然在做对弈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对我们汉字 汉文它的用词 汉字还有汉词 还要比较正确的认识 规解释错了 因为在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的汉语用词的意思 跟我们现在的汉语用词的意思 都非常不同 尤其在《维摩约经》还有《法华经》里面 很多当时的方言 就直接就发力进去了 也发力进去了 比如说 直接各位听得懂 直接在讲什么吗 你直接看了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赞叹 赞叹 听懂了吧 直接听懂 但是在当时的发力上 我们现在台湾话 河洛的声音 河洛的声音 河洛才会打字 直接打字 有些人就听懂 就不懂 他就直接把当时的方言 大家可以听得懂 他就直接把它发力在里面 因为大家看得懂 我不需要再找 找现在的比较优美文字 再把它发力进去 假如那时候把直接发力成赞叹 我相信那时候有人看不懂 那我们现在是看得懂 站叹 是因为我们已经形成我们的文化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去了解 直接看不懂 所以在对音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这一句 是在对到这一个 河洛的叫做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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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好好的意思 所以他有他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翻译的一个对意当中 我们必须去调解到他的文化 背景 那我们在理解上面 才不会怎么样 自己想他们自己下判断说 他就是什么意思 不得听 不得听 有些经文是这样 看不懂就听过人过 有人就说 师父啊 有人教我说怎么样 经文看不懂 多送送久了就懂 不懂 不懂加不懂 永远还是怎么样 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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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他可能是 构成在你意识种子里面 对这种基督 你会比较熟悉 可能你 记忆力比较强 了解到这一段基督 可能在某一个因缘强 让你体会得到 是有所体会 但不是因为 送送送送到最后突然懂人 是因为你的境界 还有生活上的一个体验 让你去意识得到 原来那一段基督 在告诉你什么智慧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 但是不是因为 松松松松松 突然都懂了 我只看过 佛说阿弥陀经告诉我 念佛念念念念念念 一心不乱得以开悟 重点还有一个一心不乱 不是念佛念佛 要说我们突然开悟 过程是能够一心不乱 才得以开悟 就是这样 那都是一个境界的一个体验 境界的一个体验 好 那 在内容这么多时间 跟各位讨论这个 所以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问 其他的疑问 要想要了解的 好 那没有这个 关于这个 有第三篇讲运 是所谓做禅用群集 这一个讲运是给各位参考 这以后有应该再跟各位来讲解 做禅用群 这可以说是一部 目前提供给我们在禅修上 就我知道的 比较明确一个打坐的方法 打坐的方法 这 这是这个 日 目前仅存的是日文资料 那现在已经有官吏了 那这是在 当时这个永平寺 日 这个 日本的永平寺 这个道元法师 就是他们这样一个传承下来的 所以他 他有被缩集在他们的藏经里面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方法 这个 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 这个参考 那 需要用到的时候 会提供里面一些打坐 那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打坐 做成用心 怎么用心 跟我们在讲 结晶是有一些关系 怎么用心 心在哪里 用心 怎么用 做成用心 那一个心到底是怎么用 是怎么样的力量 让你打坐而得以 获得这个三妹妹之解脱的一个 一个 一个修行理念 所以提供这个 这个 假如 我们在课堂上 用得到的时候 会借用这里面的资料 来跟各位来做一个学习 好 那我们就先跟各位来介绍 关于这个维末节经里面 这个 这个 谷底心 谷底心 好 我们来看 好 我们就直接来看到 这个 色论 谷底心 这个以维末节经为主的一个讨论 一个讨论 我们先来看这个前年 前年 有情众生都具备着不可思议的潜在能力 这在佛华经里面 就是这样谈 佛华经 世俊说 世俊对一大众说 众生皆能扯佛吧 包括他 对弟子们说 只要肯用功 都能够成就潮备 而且在佛华经里面都会 所有的众生都受提 将来必当成佛 那他告诉着我们 那怎么修行成佛 我们潜在的能力在哪里 就如何修行法华经 所以他要我们成为如来诗者 在法华经有提到如来诗 怎么样如来诗者 你能够诵持法华经那就是如来诗者 那你能够把法华经讲给别人家听 那也是如来诗者 包括乃至有人在讲解法华经 讲说法华经你去听你去护士 你也是在当如来诗者 因为你让法华经不断的在事件流传 让众生得以了解到成佛的因缘 你就是如来诗者 一样的 那在唯某结经里面 你能看到 众生都有具有具备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潜在能力 就是那个佛性 那就是所谓的菩提心 然而在法菩提心是学佛的根本 就以我们大臣菩萨一个思想观念里面 发菩提心是学佛的根本 你没有了菩提心你学佛 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去推动 好现在问题就来了 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叫做你发菩提心不退转 菩提心易发 但是能不能够持续 可能个人的功力不同 个人的功力不同 发菩提心很会讲 到寺院到场里面去发心当义工 发菩提心 发大心去 去护持佛教也大有人在 但是相对批评的也大有人在 事件就是这样 有这么多人赞叹的你就有这么多人毁伴的你 本来就是事件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相对照的一个一个情况 同样的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说法度众生 很多人扶持 你相对很多人怎么样 反对 考验佛陀最大的是谁 提伯达多 你用佛陀度化众生 这么卖力的 提供给一个好的一个修行道长 来自持戒种种这么好的一个山源 但是提伯达多就非得来考验他 来弄个破坏身份的因缘 对不对 然后甚至想尽办法要把佛陀给怎么样 给杀掉 连佛陀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考验 佛陀是怎样的力量 让他不断的为度化众生而很努力 还是所法度众生 包括他在双灵塑胶 淋入那盘景接受最后供量的是什么 纯陀 对不对 纯陀供量他 有没有 在梁王导探里面也都有提到 还有在内盘经里面都有提到 佛陀接受纯陀的供量之后 开始怎么样 身体就开始极大的变化了 上吐下泄 但是他有什么接受 那在佛陀经里面也会提到 在维末节经里面也会提到一些些 管理这方面的一个义理的诠释 那佛陀就说 最初供量的和最后供量的功德一样 但是两者的情境全然不同 最初供量的是木秧里 木秧里供量佛陀 这个养满之后 让佛陀有了体力 能够在修行上更有体力 去对峙烦恼甚至成就道歉 那一个是供量佛陀这个 你在 在南传经典里面记载是 所谓的蜡肉 那在大神佛教经典放一层 类似香菇 类似香菇之类 但是 一个是吃碗和体力 一个是吃碗快没病 可是两者的功德一样大 因为一个帮助佛陀开悟 一个是帮助佛陀入面环 两者的功德一样一样 平等平等毫无差别 那是因为佛告诉了我们 才知道这种答案 假如没有佛的智慧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看到这一个 我们会转对于唇头一样 把他操作的 有些摇醒过来 怎样还不错 这些都没病 大概是俗人的看法 但就佛陀的智慧看法 反而佛陀感恩他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 这包括我们自己 法师能够在台上说法 不是法师功德很好 假如没有在座的各位 来固执佛法 来聆听佛法 那会不会说得上天啊 那说得上天啊 所以谁功德大 讲经所法 让众生得以有智慧的功德大 能护持佛法 让佛法不断推动 各有各的功德 包括一句 听经文法 都有他的功德 如来是者 因为你能够让法 不断在世间推动 你就是发菩提心的人 所以以现在而言 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能够深入境障 再去听成佛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觉得 哎呀我自己看 看法就罢了 我无疏主通 无私自通 会跟着佩奎 你可以无私自通 无佛说法 那我们如何 如何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有句话 我这个句送 觉得非常感动的 一句话 这怎么这样 是用到游信了吧 这是一个祭送 这个 佛在西天 法中流 光明普照是大宗 有佛出世龙天喜 无声说法 鬼神从 这个祭送 我相信很多人都读送过 而且对后面那两经 有佛出世龙天喜 无声说法 鬼神从 也可以说 他有双层的一个意涵 好 佛在西天 就佛在印度 或者佛先祢不厉害 OK 他有好多种成立的一个诠释 那佛 佛教佛法 本来就是从印度开始 弘扬一直来到我们现在法中流 就来到我们现在 也刚刚跟各位介绍的 这个整个 我们 这个从 佛教的演变过程 一直是法传到我们中国 有这样的过程 佛在西天法中流 我们现在的佛教 我们现在中国佛教 包括现在所谓的台湾佛教 日本佛教 韩国佛教 都跟早期原始佛教的因缘全然 不一样 但是法 修行解脱的那个法 没有更动 真理永远是一个 不会说早期原始佛教 所谓的解脱道的 世圣 那个阿罗汉的境界 跟现在阿罗汉境界 世事有所猜的没有 那可能在生活方式上有点猜 但是法的真理是一样的 所以佛在西天法中流 是真理 到哪里就是 一个 光明普照四大洲 四大洲就是我们三千大千世界 是所谓的东圣神州 犀牛祸州 南山部州 还有北巨如州 所以光明普照四大洲 是佛的智慧 普照大千世界 让众生得以文 此佛法 而得以修行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震撼教育 像我常常告诉自己 有个人跟同学在鼓励 我今生能够得此人生 我今生不渡此生 我等待何时才渡此生 讲得真的 佛入涅槃两千多年 我们到现在 常常都说 要用工办到 用工办办了两千多年 还没开放 你被人做的 真的 话说以来是这样 我就从因缘 因果的角度来谈 我今生得以听伦佛法 我可能过去是也听伦佛法 接受不接受这个理论 接受 那过去不开 可能你过去不够用工 可能过去骗过佛陀 不然找那个时候可以 可以成就的话 你现在来应该是一个 有智慧的菩萨 而且是了知 过去未来的一个因缘 乃至聚足六神通 包括若聚通 遗物烦恼的 那现在自己有没有烦恼 在座可能有菩萨事件 我知道自己目前还有烦恼 那可能就是过去 休息把未成就圆满 所以两千多年来 就觉得很可 有点 有点 焦虑 那我焦虑是什么 我得此人生 我今生再不度上 我等待来世才有 才说我来世再来解脱 没有把握 你现在都没有把握 你说我来世才有把握 也还骗下去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说我用功 就像刚刚提到 周老居士六十岁开始学佛 都能够发大心 全心投入 所以学佛 一个很重要就是全心投入 刚刚提到做禅用心几 你怎么用心 你是不是真的能割舍 你真的能割舍 全心投入于法的用法 我相信成就 离我们不远了 加勒你那个修行 这样 敬三波 抵三波 永远都只在原地踏步 那这太可惜了 尤其 能够 得闻佛法 能够修行 能够获得解脱式 精神最大用法 那当然就后面谈到 佛 有佛出世 你看有佛出世 有佛出世 就像有太阳一样到处光明 人人欢喜 没有佛出世 就好比世界是黑暗的 那何去何走啊 所以有佛出世 隆天喜啊 太好了 佛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光明 给我们了解到 人生忍真详 所以常常 祖师大哥谈 说是要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理嘛 那宇宙人生的真理 就佛照要不知 就是三千大星世界 让我们得以认知了解 还是清而修行断 那佛入涅槃了 佛入涅槃 佛把法 托付在谁身上 在生团 生团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是什么功能 生团 现在你看 有人常常问 师父啊 道场已经很多了 为什么要盖道场 我们不认真要盖道场 那道场就是一个生团 生团的功能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非常了解 你这个生团 你这个道场 何为道场 有道的地方就是道场 假如你这个道场只是空盒子 纵然有佛像 纵然有人在里面修行 但是无法 没有法 没有修行的法门可修的话 那不能成为道场 你知道这意思吗 道场是有道的地方 才成为道场 那我们会去是不是个道场 是啊 有道的地方嘛 要靠清清的 所以道场不要认识 只认识说有佛事啊 这个 要有翘脚的 什么样的 道场 那个格局太小了 道场是有道的所在 长久嘛 能提供给你修行的场所 他就是道场 他就是一个道场 他就是能够立正法久住的道场 好 生团的成立就是能立正法久住 这就是他的责任 所以佛入天团的时候呢 达法托付在生团 所以生团的一个责任 这就是要让佛法持续不断的去推动 这就是在法华经里面 包括在文革界经里面提到 佛的法身长处在世 佛的法身在哪里 他的智慧土片 在大千世界里面 照耀着在哪里 佛的法身长处在世 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禅宗里面 他更说明的更清楚 就是什么 山河大地皆如来 佛出广长舌相 佩户三千大千世界 如此佛的法身长处在世 所以佛在佛 有佛出之龙天 当然现在无神所法鬼神所 假如道场没有办法提供令正法久住 有道的场所的话 那个鬼神都忧愁 八华人的理智都忧愁 所以这个身 不是只是出家人的一个 一个身众这个意思 是一个身团令正法久住的功能 必须让他提供出来 我相信当初我们这个周老居士 也是要令正法久住推动魔法 所以他投入了他全部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一个菩萨的修行方法 是怎么样的力量 能让他这样给你提供出来 我相信他也有他修行体验 那个修行实验是没有人可以去取代他的 那后来我自己也常常思考 你修行了一段时间 你在佛法里面 你在佛教里面 你自己有没有所谓的修行体验 什么样的修行体验 比如说你念佛 你念佛 你念到最后什么样的体验 那个体验不是那种所谓的感念 你体验到了什么 我现在在不断的在禅修 你在禅修当中 你得到什么样的修行体验 而那个修行体验 是足以让你不断提升 还是直至成就道路的那种 那种资粮 那你才不会退失 你已经看到了你的修行的希望 那个修行体验 那以佛的一个程度上来谈 那就是所谓的生信心 你的信心具足 在修道上就比较不会退失 所以你要是学佛十年 二十年都在 在没有任何一个修行体验 那可能要多拜灿 都拜佛求灿 那种要不要那么大 我们念佛 佛陀在金路里面都告诉我们 只要若意志乃至若欺志 一心不断 念佛都可以获得体验了 那是我们十几年都没有体验 一气变上就会感觉更大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阿弥陀经来讲 若一日 若二日 难日 若七日 念佛一心不断 都可以达到一心不断 包括在《关无量寿经》里面 告诉我们 能够寿死大万在这 念佛都可以获得 这个达到这个极乐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只是品位的高低不同 那我们修行已经大了十年 五年 十年 乃至二十年 三十年的体验 那你感受到的那个修行体验 而那一个修行体验 要有正知见 要有正见的一个智慧 才会造过完 不然你到最后走偏了 那种体验是 这是不正确的 所以在一个修行体验的当下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是 你当下所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 若是善业必当即善业成就 而获得福报 若造的是恶业必当获得恶报 而是恶业你看 我拖累了你 会把你的福报给丧失掉 所以我们的福报是来自于哪里 你当下 你当生得以珍惜它 去推往 因为我此生不修行 我等待何止才修行 我能够以此听闻佛法 我现在不听闻佛法 我等待何止才全心投入 所以当时这个维摩杰基 是在呵斥这个佛陀十大地址里面 已经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都了解世界无常 那无常在你身上 你感受到了什么 无常绝对不是一个口号 也不是一个安慰自己 或者安慰别人 包括我跟人家讲 哎呀 做人要修备 一家你刚才修备 在他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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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这慈悲 慈悲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佛教的 一个修行菩萨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质量方法 但是那个慈悲是告诉我们 我如何对众生慈悲 而不是要求说 我哪有这种事情 你对我祖宾 你不要对我阿胆 那是错误的 那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更再去体验 从慈悲心也要 从无常的角度也要 你感受到我们的修行体验 包括你在行菩萨道 你对慈悲心的感受 你投入了什么 你投入了什么 你愿意布施什么 你割舍掉了什么 你当有慈悲心布施的时候 你就懂得割舍什么 因为那是你的体验 谁也取得不了 因为你非常了解 你这样割舍的是什么 那你就是非常 对这个十二英年法的应用 非常分荡 非常分荡 所以这里刚刚提到 有无声说法 有声团 假如一个声团 像我们之前到大陆去做交流的时候 像大陆文化大革命之后 很多佛事都受到破坏 一段时间真的是无声说法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佛教法师被破坏属 乃至身团凋零 有一些有样子 但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 你看一个法案现前 就让一个法这样没落了那么久 让众生没有福报 所以我们现在身为佛教的三宝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我们如何拥护让这个正法能够正 能够正常的运转 乃至度化更多的众生 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也不是只有法师的责任 乃至居士的责任 是所有三宝弟子共同的责任 假如法难现前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坐在这里 好好地听经文法 乃至送一部金刚经 没那么好 你知道那个法难现前 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已经丧失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安安稳稳的 非常安心的 来诵经共修 乃至研究佛法 提供一个智慧 让我们得以解脱的方法 是我们还有一些福报 那这些福报我们如果去掌握它 让这个福报再更会扩大 福报有些人认为福报想完了就没了 那我们今生修行者 我们的福报 你怎么要让大家再扩大 一个很重要 什么叫菩提心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报答父母恩 可是佛陀在菩萨界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 一切男人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恩 可能在座的过去也是我的父母恩 都极有可能 一切男人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恩 你不但只是要报答你现世的父母 包括多生多节的父母 你接当报答 那我要怎么报答 报答得完 假如你来一天登高一夫 谁过去是我的父母请举手 我说所有人通通举手 你去就打了 你讲提供给他们吃住就打了 那怎么修 对不对 那过去 谁神经是我的父母的请举手 绝对一大票的 绝对一大票 佛陀在经典门来就是告诉我们这样 那我怎么去度化他们 只是提供个吃住 可以解决吗 他们还是会再来 所以能够怎么样 最好的方便 要让他们怎么解脱 有办法 可以说在座我们这么多人 我们今天能够讲讲菩提心 改天你发菩提心 你发了菩提心 你再去讲给大家听 那别人听到也发菩提心 你就不在别人 感谢你 是不是这样 能够让在座的每个人都发菩提心 每个人都到各就再去弘法 乃是去说佛法的一个真实义 让其他人都听闻了佛法 那是不是你也间接的 在度化到你的累劫的父母 这就是菩提心 我们当以此真心去回报 我们的众生恩 这为什么菩提心在修行上是这么样的重要 这么样的重要 所以之前到大陆去看到这个法难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现在他们 也非常欠缺佛教的弘法人才 他们人很多没错 寺庙也很大很广 但是就非常欠缺 非常欠缺 他们一直希望有法治到他们那边弘法 那我们台湾佛教好多法治也发大心 到那边去弘法 那他们有他们的姻缘 那我觉得我们在汇聚的时候 弘法已经很感恩了 各有各有情缘 那所以我们去了解到能够发菩提心 我怎么去报道我的累劫父母 我就尽量的 我能度一个人发菩提心 那一个人他发的菩提心 他是不是能够再去度化其他人 那他所度化到的就是你的累劫父母 所以我们在报答这个三宝恩的时候 也更应该清楚报答我们的父母恩 我们种的福田有好多种 三宝给我们是得田 父母给我们是恩田 那我们这个布施给众生是我们的福田 但是还有苦苦的众生 极需要我们去帮助苦难的众生 那种苦田 我们去罚度让他处理苦海 所以在极难的众生 弱势的众生 我们需不需要去关注他 我之前到大乐去这个大乐寺庙 很多人相隔很多 但是同样的相对他们寺庙 外面很多什么样 很多什么人 乞丐 很多 云林众生他们很苦啊 可是我看了很多人都进到寺庙里面 去功德香 去听听听音乐 佛西医学 但是忘了去布施 但是苦的众生 你要走过 当初没看到 你说我是一个千诚的佛教主 我当发菩提心度化众生 那庙庙里面就没躲了 你要躲过去 但是你这怎么度上 当然是一种平等性的做 但是 但是你那个悲悯心 那个悲悯心 那是所谓的普及心 我当 当此因缘 我得以布施你 而是希望你能够帮助你 解决一些苦难 那个悲心悲悯 那时候讲到那些人也能够进去 哪一天也能够踏入佛门来学法 那我们地藏文菩萨也就不用等待那么久 可以找到成就道业 至少我想到我至少 能够度一个人早已解脱 就让地藏文菩萨早一次 早一些的 成就所谓的道业 众生度去放生不停 那是祂的愿意 那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责任 就是 众生无尽 有愿无求 可不可以 好像一直可以 那威莫学俱士 他就是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 这个佛习心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再来看 那 在现在学佛人都知道要花佛习心 那以来形成我们现在佛弟子的一个口头场 哎呀 花佛习心 董事长 哎呀 花佛习心来做礼工 一个道场是能够提供修道的方法的场所 你先来好了做礼工 那做礼工做到 那我行路了一站就站三十年 没办法 那你用就帮我到的 那你做渣客的条 这都我在站 那你早上就带到的 那那种那种心量 你不知道到最后是 反而是学到那种执着 那你只是学到 我已经 我已经 学佛已经三十年了 四十年了 可是三十年四十年 习气还这么重 哇 拍摄就还好 那人家一问我说 法师啊 你出家多少 拍摄就粗口 粗口 我们想要慢慢慢慢 感觉到最正常 出家多久了 二十年三十年 习气还那么重 不好意思 脸上无光 照你三十年四十年 应该是要会开磨才对 哪会看来又不是开磨的 会有 那 路面去感动苦乐 这个是他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你这个角度去思考 你修行更久的人 应该倒夜 乃至菩提心更为坚固的呢 这不能只是变成一个口头禅 绝对不是一个口头禅 当然说我们 至于现在菩提心是什么 如何正确的发菩提心 那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要怎样正确的发菩提心 就刚刚提供一个思考的方法 我们要度化 我们可以接着父母 我怎么度化她呢 那我能够劝一个人 能够学佛 让她能够深入心上来 这发菩提心 她又能够去 宣扬佛法 宣扬正法 又能够度化到其他人 那就 就这样 这佛陀在进入里面 就这样也在教导我们 要教导我们 那怎么样的发菩提心 就显得重要 所以菩提心 它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发心容易 发心容易 能持续不转 那才更加难人可贵 有人说学佛出家 福报大 那假如能够出家 学佛获得解脱 那才更大的福报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不然你只是跟福报相关 那就没办法 就没了 所以我们在座的居士也一样 你现在最大的福报 就是我还能得此人数 我还能做耳聪慕名的 好好的听法 学佛称年轻 在座的都年轻 因为六十岁的周老巨士 他所谓的年轻 是他开始接触佛法以后 就开始全心用光了 我们不要只是认知 所谓的年轻 就是这个年纪 比较轻一点的 这种年轻 是你开始学佛以后 你开始接触佛法以后 你就开始发大心 行大悦 去全心投入了 那叫做成年轻 那些人有借口 我老了 我刚开始教育佛了 有些人都常常班 我假如能够在提早的二十年的话 我来学佛不是更好 会吗 我蛮欢迎的 我能够在提早的二十年来学佛书 我早点教育佛 你赶快选择得更好 那他头抖过去就好了 哪有那么简单 是因为现在你接触了 然后你才去反省说 我过去假如你这样就更好 那你反而你现在那些东西 我现在得能够听闻佛法 我现在当保佛 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那才叫做成年轻学佛 不然你学法 听完了以后还是一样的 在游游游荡 游荡时间 光阴这不断的流失 不断的流失 仔细的 我老了 我都很难了 你今生都没办法 把握得住要得胜什么进度 你有把握你来生 还可以有这样这么好的健全的身体吗 你不知道什么样 什么时候过去累积的也要现前 你假如三夜现前还好 那假如二夜现前 那就这样你搞得好 所以现在能够耳聪莫名 在这样的佛法的做下去寻求 好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心 来自讲全新的讨论 好 所以要厘清这个福提心的这种正确观念 文摩诀经是基于这种剥裂空 智慧 剥裂空性的一个思想 来采养大乘菩萨的实践道 怎样去实践 这所谓的实践道就是 文摩诀经是怎样去告诉十大弟子 怎样转型成功 以我们现在是转型成功 那我们现在个人哥也是 你这种不能说 以前甘马尝还可以生存 现在甘马尝还不能生存 可能比较困难 是不是要转型 你看 那你这个小层的一个智力的修行 怎样转成一个大乘菩萨的修行 他的实践道怎样提高 那如果让他面对种种的问题的时候 只可以去处理两种 这就是菩萨时天道的意义 这文摩诀经是 他不是只是在合资那些弟子 他还提供了怎样去路修行的解读道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各位来这位全经是以 以文摩诀经的视线在教居士的身份 那透过一些 以文书施力菩萨 他们在讨论公论佛法的方式 来宣扬大乘菩萨的一个精神 他们说的对话非常的精彩 那可以说是非常好 但是他最后提供了 整个菩萨的一个修行理念 我想我们 接下来会慢慢的跟大家来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一个概念 好 时间到了 不知道今天讲解这样各位 能够听得懂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疑问 有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就是最好的鼓励 好 这个讲演都可以带回去 多看 你下次可能就只是丢一些重点来谈 这也最主要只是 在听了文摩诀经之前 能够听了一个概要性的了解到 有个文摩诀经在哪一些 哪一些重要的一个说行理念 说行理念 我们就你这个菩提心这一篇来谈 那谈到佛法文品的时候 再把这个讲演再跟各位来做一个介绍 尤其在刚刚谈到波略空 那波略空有对待 对相对待的空 有因缘甲额的空 那你怎样去诠释他 还有额的生命对待的一个空 是怎样一样的事 那菩萨是怎么修空 空系成就 大家都有讲空 可是每一个菩萨在修空的方法是不同的 非常不同的进入 有些人都诠释是不同的 他是怎么学的 在波略空的评论 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在这么多的方法当中 我们只要找一个人能够跟你相应的 而且能够让你用不起来的 那个就是对你来讲就是最救济的方法 那是最救济的方法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 那我们来回答 我们请合照 愿你此功德 愿你此功德 补及于一切 补及于一切 活动于众生 活动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